这个夜店头牌正在满面春风的工作 然而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客户进来后 笑容就慢慢僵在了脸上 这玩的是那一出 难道今天要让自己死在这里吗 心里不由地把狗哥的祖宗全都问候了一遍 一场世界大战结束后 身心俱疲的小水瘫坐在沙发上 想着刚才的经历 真的有些生不如死 可为了以后过上夫太太的生活 这一切都要咬牙坚持下来 默默地擦干眼角的泪水 穿上鞋子 这时狗哥走进来 张口调侃她刚才怎么样 小美还以为她能遵守约定 要求做的事都做了 现在能不能放她离开 只能说小美很傻很天真 狗哥却一脸为俗 先夸赞小美天生适合这层工作 又好奇她为什么要去河岸 难道就是单纯地想要逃跑吗 可又话风一转 恶狠狠地表示比起上次的损失 今天做的只是九名一毛 自己压根就没打算放过她 说着从桌上拿起客户们给的小美 大摇大摆地躺在房间 来到酒店找到约好的老板 俩人竟仿乎一见如故 并没有上来做谈小美的事 反而关心狗哥夜变开夜忙不忙 一番客套 老外表示要带小美去国外 俩人准备结婚去欧洲定居 看着仪表堂堂的老外 狗哥哈哈大笑 难道不知道她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还是老外高明 一副情深义切的样子 恳求狗哥给小美自由 并大放地表示前好 狗哥感觉外国人的脑袋路真是太奇葩 直接狮子大开口 张嘴两百个大本 没想到老外竟然没有油脑 直接一口价成交 很快狗哥带着小美来酒店 看到老外站在那里 小美激动地扑上去 关键时刻自己还是没看错人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能再见面 老外贴心地安慰 只要人没事就行 俩人这恩爱秀的狗哥都想找个媳妇 事宜手下将行李箱拿过去 回到房间 小美一扫之前的阴霾 一边开心地收拾行李 一边不忘拿起手机秀下鸡皮 老外贴心地询问她快好了吗 好奇她在干嘛 小美一脸改变 说起自己的身世 从小在村子里长大 爸爸是个酒馆 天天就知道喝酒了 独自一个人来漫口上学 可又遇到变态的房东 还有每天都只知道要钱的姑妈 自己之所以这么拼这么努 都是因为想过人上人的生活 可这一切实在是太难了 直到遇到老外 才真正体会到爱情 说着激动地冲进老外的怀抱 不得不说小美真的吗 一番诉苦将自己说得除除可怕 从此以后就是只头便送床 大摇大摆地和老外走出几面 却意外听见闺蜜辞职的事 可现在她哪还有心思搭理这些破事 就这样顺利地和老外来到欧洲 俩人来到一家快捷酒店 小美大包小包地走进去 仔细打量下房间 这破旧的样子 跟自己之前住的房子差远了 可老外却表示这只是其中一处房产 等过一段不忙了再去其他地方算了 只是最近太忙了 需要工作 不能天天陪她 小美一副懂事的模样 感叹现在真的很兴趣 但事实却真的是这样的 看着心中完美男神又准备出门 便想着一同跟随出去见识下 可老外却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让她安心在家休息 多补充些能量 说着便独自收拾办公包准备出门 顺手拿起小美的护照 瞅了一眼便直接放进香蕉 而小美还沉浸在温柔香蕉 天真的以为这就是对她的同爱 可每天都在家太闷了 自己人生地不数 也不知道去哪逛逛 老外听到她的抱怨 又强调一遍让她在家老实呆着 不要到处乱跑 如果失恶的话 可以去旁边的超市买些吃的 还不忘盯住 可以买食材和来做饭 这样比较省钱 说完冲着小美来一下 倾听点水 就拎着公文包走出去 天真的小美还在感叹 不外的美好生活 等老外走后 便换好衣服去楼下超市买食 可刚一出门 却发现门外不远出站的 两个妖型大汉 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傻好人 小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兴高采烈地走向楼下超市 可谁知道那俩大汉竟然跟着走上来 光顾着喝酒也不说话 小美有点担心 和菜市场买完菜回来 那俩大汉也只是在后面跟着 并没有其他过分行为 匆忙地关上屋门 小美想着刚才这诡异的情况 心里顿时没有安全感 给老外发信息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然而自己睡醒一觉 也没有收到回信 突然抬起头看见桌上的密码箱 想着这会儿老外也不在 好奇心的居士下 便想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走到箱子跟前 再次确认门外不会有人进来 小美赶紧蹲下 没想到密码形同虚射 用力按下开关竟然直接打开 顾不得多想 连忙拿过来 一本本地打开查看 上面的女孩都和自己年龄相仿 却一次都没有见过 此时小美根本想不通 为什么老外这里会有 这么多年轻女孩的护照 又看见电脑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硬盘 瞅着有点眼熟 想起来就是第一次遇到 老外时看到的硬盘 当时还被警告不要插和她的声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开门声 小美赶紧将密码箱关上 慌张地坐回去装出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老外表示晚上要出去工作 可能得明天回来 最近到达一批新来的户 自己必须亲自把关顺利交给客户 小美装出不情人的样子 希望老外可以早点回来带她 可事实并不会如她所谓 但总算有了一个好消息 老外告诉她房子已经安卡好了 后天就带她搬过去 见小美听到消息兴高采烈的样子 还恳求她以后就不能天天躺着 给帮忙一起工作 小美幸福地一口答应 目送老外拎着行李箱离开 可对方刚出门 小美就从内衣里拿出那个红色的硬盘 原来刚才她并没有放回原位 看着手里的东西 小美却仿佛有种不祥的预论 第二天晚上早早收拾好行李 等老外回来 客气地询问她有没有收拾好 没啥事情就安排手下来搬行李 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告诉小美是搬家公司的车道 自己出去接一下 见她走出去 小美瞅见老外随身携带的电脑 竟然在桌子上 赶紧关上门 从包里掏出那个红色硬盘 可打开电脑竟然还需要密码 这时小美脑子人光乍现 想起密码箱上的数据 并且再一次站在小美这边 直接进入电脑系统 连忙把硬盘连接上 可里面的内容让她惊呆了 竟然是长发妹的小视频 想起之前刚认识她的时候 还跟自己炫耀要出过工程 特意拍了很多全方位照片 这些内容怎么会在老外这里呢 小美细思极恐 不敢想象 这时听到开门的声音 赶紧麻利地拔下硬盘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老外走进来 告诉她车子就在外面 拿着行李就能走 小美想起刚才看到的照片 由于再三还是忍不住询问 想知道老外具体做的是什么声音 可对方并不回答 反而表示小美很快就能知道 说着强行搂着她拿着行李出门 然而走到外面 小美再次看到之前 一直在门口监视的两条形大案 可还没来得及害怕 竟然看到老外把行李交给这两次 顿时惊呆了 原来这是她的手下 刚想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被老外强硬地拉着向外走出去 几人来到门外的一辆面包车前面 打开车门 小美发现里面坐着几位 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妙龄上 虽然没见过面却有几根眼神 正是护照上的那些女孩 小美这次真的有些慌慌 可根本没给她反应的时间 就被保镖强硬催进车里 此刻小美犹如带宰的羔羊 看着外面老外指高气扬的脸庞 哪还有当初半分的流情 一行人就这样被带到陌生的地方 看着昏暖的房间 小美气不打一出来 对于动手动脚的老外也是张口真骂 对方也不惯着毛病 挥手就要给小美一点教训 却被一名壮汉喝止 小美的质量还算买了 说着便招呼这群姑娘都进入里面的房间 看着她腰间别致的大宝贝 小美也不敢乱说话 只得暂时跟着大部队往里跑 老标见他们听话 留下一句赶快换衣服准备工作 便先出去忙其他的事 这时有的姑娘已经开始痛哭流体 后悔自己不该出国 现在鬼都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旁边的同伴不耐烦的安慰 哭有什么用 还是先听话赵总 至少能免一些疲肉之苦 小美此刻已经大概难怪怎么回事 可还不甘心自己会看投影 走到哭泣的女孩旁边 询问她到底是怎么怪我 原来是老万忽悠她来国外开饭店 没想到来了没几天竟然被卖到这里 心中的想法再次被印证 小美充满惊讶和纸糟 昨天还想着过付人的生活 今天就沦为别人赚钱的努力 没办法大家只能按照要求换上工作 这时保镖走进来 看小美穿得太保守 二话没说上去就暴力地把伤一丝成了 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将小美带到外面一个黑人面前 炫耀只是今天刚到的星火 老黑上下打两下 非常满意 迫不及待拉着小美就走进小黑屋 日子一晃过去三个月 小美忙忙工作 脑子里又想起老外曾经对她的承诺 只怪自己当时太天真 可现在又能怎么办呢 一滴悔恨的泪水从眼角流下来 然而刚一出门 静意外再次看到老外 她和保镖在那里有说有笑的谈话 劝她上厕所的工作 小美瞅着四周无人 直接上去一巴掌扑在老外脸上 咒骂她这个人渣 竟然将自己骗到这种鬼地方 难道忘了当初发过的誓言吗 见小美这副扑腹的模样 老外也不再伪装 直接摊牌 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表示 现在过得不好吗 之前在国内都没有生意走 现在最起码在这里还是个香波 说到底还得感谢自己太阳 这不要废丝的行为 让小美只想跟她拼了 通过去就要一番私承 可老外现在哪还会有一丁点连向心 直接将小美推倒在一 还讽刺这一切都是她最有因的 说着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最后一点希望赢过面 此刻的小美已然有些傲伙 想起当初面对英俊哥的质问 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还觉得自己根本不会 融为那种没人要的人 哪怕是被副少知道工作的真相 虽然失望也并没有真的放弃 因为自己漂亮的脸蛋 和魔鬼身材就是这一切的理由 可现在呢 自己现在好像生活在地狱中 小美越想越崩溃 曾经被胎就算知道事情的真相 也愿意卑躬屈膝和她在一起 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运气 俩人现在应该会过得更信任 小美越想越厚 但此时就算哭死在这里 又能得到谁的怜悯吗 当初一不错不不错 可身边的朋友都没有放弃自己 闺蜜还苦口活心地劝告回头是爱 但小美不但不冷清 还一巴掌打在闺蜜脸上 认为俩人的生活不会在一个世界里 自己有这么好的资源 一定会过人上人的生活 现在想想是多么可笑 看着婚案幽闭的房间 小美怎么也想不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简单 现在即便是哭成内容 也不会再出来一个人真心去帮她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小美现在过着没有灵魂的日落 忽然一个黄衣女孩慌张地跑进来 顿时引起小美的注意 询问对方发生什么事 女孩连忙惊慌地否认 感觉事情蹊跷 小美便决定炸一下对方 故意说自己已经看她 让她坦白同宽 没想到女孩也扛不住是 恳求小美不要将这事告诉任何人 竟然从背后直接拿出一个手机 小美眼睛顿时亮了 清晰的询问是从哪里拿的 原来女孩趁客户不注意 偷偷将手机拿过来 小美激动地以为机会到了 让女孩赶紧给大使馆打电话 寻求当地佛伯乐帮助 可惊慌失措的女孩 第一时间竟然是想联系远 在国内的男朋友 小美恨铁不称钢 这都什么时候 还指望着当初把你卖掉的男孩吗 说着一把托过手机 赶紧拨通佛伯乐的电话 可命运仿佛给她开个玩笑 电话刚被接通 小美就瞅到保镖进来 此刻自私的本性再次暴露 没有丝毫犹豫将手机 塞回女孩手中 这时保镖走进来 看见女孩手中的电话 一巴掌就将她扇倒在地 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外面 女孩哭泣得向小美求救 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等到傍晚 小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询问周围的同事 那个防疫女孩去哪里来 没想到对方竟然轻描淡写地说 已经被埋在郊外的眼睛 听说是因为偷客户手机的事 知道这个结果 小美吓得活都没了 逃跑的念头也淡了嘴 毕竟现在还能活着 晚上躺在床上 脑海里全是女孩儿求救的花园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的下 小美仿佛到了崩溃的电影 内心仅存的一丝善良 让她为出卖朋友而后 可这事也不是第一次了 自私的本性再次找到 合理的推脱借口 毕竟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活下去 那一定要是自己 在内心的挣扎中 小美渐渐沉睡过去 忽然朦胧中 好像听到能乱一顿跑 两名佛伯乐闯进来 拿出上面给了搜查链 迅速将光头保镖制服 原来是电话起到了过来 伯伯乐顺着线索找到这里 这时听到吵闹 伸着小美起来 内心有点不敢相信 坐起身再次仔细聆听 竟然真的是伯伯乐搜查的声音 立刻就有了精神 大声呼喊她在这里 是自己打的电话 说着竟然迫不及待地走下头 连鞋子都不顾着穿 然而等她激动地跑出门 外面却只有两个 一起被拐来的小姐 见小美这副 风风颠颠的模样 显得极其不耐烦 自己一直站在这 从没有见任何人过来 可小美却不相信 在屋里跑来跑去 大呼救命 同伴见状赶紧拉住她 再这样闹下去 一会保镖过来都得来 让她赶快回去消灯待着 一会还有工作干 小美不甘心再查探一圈 确定真的没有人 原来当台只是在做梦而已 顿时心如死灰 崩溃地回到房间里 看着宛如地狱的昏乱房间 忍不住再次大声痛苦 此刻后悔俩子 已经不能形容她的心情 只怪自己太贪心 她会沦落到如此低 可世界上没有后悔到 与此同时 富少和正牌终于步入婚姻变态 俩人得到亲同好友的祝福 英俊哥自同和母老虎分开后 凭借自己的能力 也开了一家高端大气上 档次的旅游公司 被胎经过了一段时间低迷 受到闺蜜的精心照顾 终于发现对方的感情 再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俩人互相表达爱意 有情人忠诚眷属 而一直想过人上人生活的小美 每天都活在无尽的地狱之中 直到有一天 繁重的工作压得她喘不过气 告诉同伴今天自己 已经接了十几个户 再也受不了了 不顾同伴的关心 回到屋里掏出几颗睡眠药丸 她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可没多大一会儿 光头保镖就冲进屋里 一把将她从床上捎起来 质问到底发什么风筝 还不赶快去当务 可小美却如同一摊烂泥躺在地上 保镖没办法只能喊回老板 然而小美并没有因此的气 面对凶神恶煞的老板 怒喊自己不会再为他们工作一次 还一口老残兔在对方的眼上 这下可把老板气坏了 对于小美这样的怒 在他们眼中就是罗里 解下皮带直接勒住小美的脖子 既然不给她赚钱 就没有活着的必要 此刻感受着窒息的痛苦 小美连球就也喊不出声 脑海里再次浮现之前 和闺蜜被胎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如果能给她重新选择的机会 她一定不会再走这条路 迷迷糊糊中却看到老板 从背后抛出大宝贝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小美的头 此刻她的眼中只剩下绝望 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 故事到这里也就完结了 真心感谢大家 陪着小美一起经历这种 生活千资百万 我们坦然面对 不管苦与甜 珍惜当下 珍惜身边的朋友